不得不说 每一次肖战站在杨子身边的小表情 都是值得粉丝们细品的 按理说爱豆出道的肖战 对自身的表情管理一定是非常到位的 可总是在遇见杨子的时候 小眼神就控制不住的变得不一样 无论是在片场拍戏的时候 肖战会入戏太深化身为低戏男友过的 部位对待杨子的方式 可谓是戏里戏外都分不太亲 而更多的时候两人作为同龄人 也会是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就像曾经肖战采访表示过 最具幽默的他 在杨子面前却只能甘拜下风 肖战牵着杨子的手转圈圈 这个小眼神更是不要太宠溺 而杀亲之后的他们 也是有不少大型晚会的同况 前一秒肖战还是正常的表情 下一秒杨子转过身去 立马就变成了笑脸 而对比两场活动 肖战看见王一博和赵丽颖聊天 却是爽快地让王一博站过去 而面对杨子上台时 眼神问杨子需要站在自己的位置吗 脚步却是丝毫未动 得知杨子不需要时的表情 真的不要太明显 那么你有磕到吗 咱就是说 余生夫妇新的一年是真的很勇 七二连三的同款元素的衣服 以及同款的拍照姿势 从暗戳戳的撒糖到明晃晃的撒糖 但是自从12月被爆出两人私下聚会时 互动的状态之后 也算是让所有余生粉们 都彻底躺平在了坑里 从2019年到如今2023年 肖战和杨子也相识了三年多时间 而回顾两人三年里的同框 不得不说 美好这个词语真的是形容累了 两人站在一起的时候 场场仿佛都是自带结界 特别是当年微薄之夜的场上 肖战若无旁人自然地帮杨子提裙摆 舞台下一看见杨子 回头就笑不拢嘴的样子 而在舞台上当彩带飘落的时候 对视的那一秒真的是氛围感爆棚 而在星光大赏的后台 彼此对对方不经意之间的关心 肖战让杨子先别在外面脱外套 而杨子也为肖战呐喊了三声加油 舞台上杨子的几次回头 以及肖战握拳的回应 仿佛是真的余生夫妇照进了现实 而近期两人平凡的情侣装也是甜到不行 那么对此 你期待肖战杨子成真的那一天吗 肖战杨子的小心思巧合到底有多甜 战哥亲自设计的联名木槿花图案 居然跟妹妹在晚会上的这身裙摆莫名的相似 就战哥出席的沙青燕都随身佩戴着眉目锦花徽章 这难道就是两人的定情性吗 而战哥和姊妹的定情性物还远不止这一件 在余生中经常出现的手串 战哥也会经常佩戴在身上 可最甜的还是两人独特的情侣望远镜首饰 这赤裸裸的洒糖是真的很难让人不入坑 两人的情侣首饰还有升级plus版的 果然小情侣之间的默契感就是甜 要不然也不会连歌单都是情侣共享模式 而分享歌曲 似乎从哥哥和妹妹拍摄余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他来跟喜欢的人分享才是最高级的浪漫主义 对此你觉得肖战养子般配吗 欢迎留言讨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